新北幼儿园威药案结果虽然出炉 但依旧掀起蓝绿大战 双方互控造谣 因为民进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参选人赖清德 以及赖清德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戴伟山 没有在实现内向侯友宜阵营盗窃 7月1号呢 侯阵营到台北地检署对其案例提告 那么这也被外界视作是金浦聪 加入侯阵营之后的首次出手 侯友宜办公室人员 7月1号到台北地检署 案例提告 因为之前提出 针对新北幼儿园魏药怡云 要赖清德 以及赖清德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戴伟山 24小时内道歉的期限已到 今天要站出来提出310条诽谤罪的一个告诉 我想我这边要呼吁一下 之前我们已经多次呼吁他们出来道歉 公开说明 但是他们迟迟不愿意出来 侯友宜团队主动出击 而这场提告也被视为金浦聪 加入侯友宜竞选团队的第一站 侯友宜要求道歉会道歉吗 市长受议员监督更是民主的常识 但侯友宜却对我进行司法滥诉 用多次的提告来要求让我闭嘴 我没有办法接受 虽然新北幼儿园未要疑云结果出炉 但蓝绿护杠仍持续上演各说各话